在社交活动中充满了自信 并且在谈到信仰和理想的时候 非常凸显自己的个性和自我身份的重要性 表现得非常有自信 但可能因为自己太过强调公平和对等 从而与伴侣之间产生冲突 并引发了一些家庭危机 月亮水星天王星形成了火象大三角 一整天都充满了要展示才华和领导力 凸显自我个性 追求自由和信仰方面的行动力 但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沟通和交流上的冲动 与大三角同时存在的是两个T三角相位 其中一个是天王明王和火星 另外一个则是木星凯隆和水星 一方面想要维持关系的平衡和对等 想要争取公平的待遇 另外一方面又想凸显自我 强调自己的身份 从而在人和互动中的压力和矛盾 便即可能引发权力或架构危机 同时也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木星凯隆及水星的T三角 则强调着如何协调成长 和面对过去的伤痛中来思考人生的真理